相处十年的好朋友死了 他却没有一丝的悲伤 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看不下去 纷纷指责作为朋友的他真是无情了 此刻福利连恍然若失 终于萌生了要去了解人类的念想 因为拥有无限寿命的他 在故事的开始 勇者一行人打败了魔王 他们光荣凯旋 迎接他们的是全国民众的欢呼 因为他们十年来的无私奉献 让世界再度回归了和平 国王决定奖励他们 要在盛都的广场中央摆放几人的雕像 几人分别是 但勇者一行人却觉得有些落寞 毕竟冒险就此结束 往后激情新奇的生活可就要回归平荡 十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谈话间他们不经意聊起了过往种种 虽然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但这反而让他们的冒险旅途充满了乐趣 突然福利连一句就是时间太短了 瞬间让其余三人一脸呆滞 毕竟十年对人类来说 那可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对福利连来说 就只是喝一杯下午茶的功夫吧 察觉到气氛尴尬的辛梅尔 取笑海塔十年时光都从少年变成大树了 虽然他本来就是大树模样 黑色幽默过后 他们看向天空 此时正有流星划过 是五十年一次的半世纪流星 可由于他们身处低洼的街道 感受不到那种高处看流星划过眼前的经验 于是福利连提议 他知道一个地方有着更好的视野 希望在五十年后 四人能重新聚在一起看流星雨 听闻此言的辛梅尔突然大笑 他没想到一向不识人间烟火的福利连 竟也会为伙伴考虑这些 到了第二天 福利连决定再次踏上收集魔法的旅途 估计要花一百年左右在中央诸国寻找 不过他保证 在一百年间他会时不时回来探望众人的 看着福利连这一别就是五十年 期间 福利连游走于世界各地 收集并研究魔法的奥秘 他在人际罕至的洞穴收集用于开发魔法的宝石 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拔起冲击的萝卜 时常也会在江边垂掉看书 当然还是避免不了被宝箱怪吞进去的尴尬 就这样 五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 福利连突然想起他有个召唤魔王黑龙脚出售 可惜并没有 原因是魔王死后 暗黑龙也灭绝了 这时福利连想起 他们当初在魔王城打败了一只暗黑龙 其中的一只黑龙脚 福利连特地存放在了辛梅尔那里 再加上就要到出现半世纪流星雨的时期了 于是福利连再次重返盛多 他走在大街上 发现周围的一切都落幕了许多 这快到了约定看流星雨的时间 四人又再度聚在了一起 这时的海塔从当初的小僧侣 成了如今圣都的主教 外貌没有变化的 也只有身为精灵的福利连 和矮人族的艾泽 他们到目的地还要走上一周的路 这对三位老人家来说简直是折磨 不过在这短暂的旅程中 但慕年也能再度体验 他将四人再度聚在了一起 在他生命的最后 也可能看如此美丽的流星雨 在那之后不久 勇者希梅尔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人们在教堂上为他举行追悼会 可他们看到福利连面无表情 没有一丝悲伤的情绪 信仰勇者的民众 纷纷指责福利连无情无义 福利连有被打击到 见状海塔和艾泽邦朗解围 说着他们也是面无表情吗 瞬间就转移了民众的攻击对象 在看到躺着不动的欣美尔时 福利连恍然若失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伙伴真的不在了 可他愿在的时候和他聊聊 让一切美好都成了遗憾 在葬礼结束后 三人也到了离别的时候 海塔蹲下身子仔细蹲向两人 因为他也不确定 这会不会是他与两人的最后一面 毕竟他长年续久 身体也渐渐出了问题 真不知道哪天会突然离去 在告别海塔后 福利连一人再次踏上收集魔法的旅程 不过这次 他有了更为重要的目的 就是多去了解一下人类